天马牧场最出名的羊驼 意外出现在阳明大楼办公室内 让市府员工又惊又喜 一群人在办公室内上演追逐戏马 忙着跟可爱的黑白羊驼拍照 因为这个是刚出生的小羊驼 所以刚好展现也是我们天马整个重生的意象 轩腾一时的天马牧场 因为涉及窃占国有地 无法申请取得畜牧中需使用 违反区域计划法 遭到政府强制停业 加上业者并没有资金可以取得合法土地 包括羊驼等60多种的动物 差点就得分散四地 而经过农业决的牵线 确定牧场还是将会留在台中 原本人马将进驻50公顷大的台湾省农会牧场 25号双方正式签订合作意象书 天马牧场它进驻了以后 那我们不只在我们的一般农业的体验 跟休闲农业的体验以外 那我们还可以更加进 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 这个可爱动物跟我们的亲子活动的模式 是只有创造双营 而且创造五营 让我们总农会 还有天马牧场 还有我们台中市民 还有我们这些动物呢 都能够留在台中 为我们台中未来的观光发展 还有一个产业发展 可以说带来非常大的这样的利多 2月7号园区正式对外开放 过年期间每天都开园 今年中台湾的大小朋友 过年期间 仍是可以有可爱动物相伴 转电话台中才不到